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神访谈在里头 那么我是想因为这个课程是诊断学基础 那么在座的各位以后不一定都会去从事 应该说绝大多数都不会从事精神科这个专业 但是当医生可能是跑不了的 或者是跟病人接触这个是肯定的了 那么在讲这个课程之前 跟大家讲一个例子 那么有一次呢我们接到一个会诊单 要求我们去会诊 到什么科去会诊 到这个老年科去会诊 会诊的理由呢 就是他有一个病人 一个中年女性 她老是觉得胸腹部的这个疼痛 要求我们去会诊 然后我们就去看了 去看了然后呢 到这个老年科去看了这个病人呢 她的原发疾病 是一个高血压 然后呢 把她的这些检查结果调出来看 包括她的片子调出来看 所有的关于这个呼吸系统的检查都是好的 然后她的这个胸片也是正常的 但是呢 她就是说她这个胸腹部的疼痛 那么我们就很去会诊的时候呢 就很不理解 就问她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个胸腹部疼痛的 我们就问诊就开始了 然后她就告诉我说 她说是这个胸片照了以后没多久就开始痛了 然后就问她是疼痛的性质是什么样的 是吧 这个大家那个这个问诊的时候都知道 要问这个症状的性质是吧 然后她就说是像刀割一样疼 然后我们就 然后就我就问她 我说你看你的这个所有的检查结果 胸片的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 那么怎么 为什么会觉得疼痛呢 然后这个病人马上他就很不高兴 他就跟我说 他说医生你搞错了 我的检查结果是有问题的 然后我说有什么问题 然后她就把她的这个胸片的这个片子拿出来 然后说你看一看 我这个胸片没有问题吗 然后我说你这个胸片很好啊 她说那天我的主管医生来跟我讲 还专门把这个报告拿出来给我念了一遍 肯定是有问题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还把她的那个报告拿出来看 然后她就给我念了一下什么肺眼清晰啊 什么然后肺门有一些小的盖化罩啊等等 然后最后她就念到一句 她说你看 肋隔脚锐利 听得懂吗 肋隔脚锐利 肋隔脚锐利 你看这个肋隔脚都这么锐利了 能不疼吗 割得我疼啊 然后我才恍然大悟 我说你知道肋隔脚锐利是什么意思吗 她说这个肋隔脚锐利吗 显然就是这个地方不对了嘛 所以我才会觉得我这个胸腹部这个地方 像刀割一样疼 然后我说你的主管医生给你解释过什么叫肋隔脚锐利吗 她说没有 给我念了一遍 丢了一句说说没什么问题 然后就走了 然后我这个精神科的医生跑去跟她解释了半天什么叫肋隔脚锐利 过后 过了以后 然后当然我在那个她的这个会诊记录上我也说了 我说就是这个主管医生最好 我去解释可能不见得管用 她会说你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 你根本就不懂这个 然后我在会诊记录上写了一个 我说建议主管医生加强与患者的沟通 过了以后没多久 然后那个她的主治医生跟我打电话说是好了 不疼了 事情讲清楚了 就不疼了 所以这个例子呢 跟大家讲的就是 沟通的重要性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专门把精神检查与精神访谈 分开 那么可能前半部分呢 赵本宣科讲一讲这个精神检查 有什么内容 然后她的这个一些 常见的一些规则 那么可能后来会后面呢 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讨论一下精神访谈的问题 怎么样子才能够取得患者的配合 大家也知道最近这段时间 网络上面 媒体上面 传得很凶的 是吧 医患矛盾很多 远都不说最近的 在那个马行出事之前 可能大家都没注意 北医六院的一个精神科的医生 就是我的同行 是吧 被一个后诊的患者用狼头 把这个脑袋给打破了 然后那个患者 那个人用劲用到什么程度呢 把那个狼头饼都给弄断了 是吧 所以呢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这个医患沟通啊 是一个防止出现一些误解 防止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冲突的 一个很有力的手段 是吧 好 那么闲话少说 我们输归正传了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呢 主要就是刚才说的这四个方面 一个是什么是精神检查 第二个精神检查的目的和步骤 第三个精神检查的主要内容 和第四部分 精神访谈的技巧 好 这张表呢 是跟大家简单的罗列一下 我们目前的国内的诊断标准 那么 从目前的精神病学的发展来看 我们跟其他的 其他的临床专业 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很大的差别 特别是在疾病的诊断上 差异是非常大的 大家都知道 你们在学到这个一些 当然可能你们现在还没有学到 以后会一些相应的内科疾病 外科疾病 那么都会医生都会 你们的老师都会告诉你们 让我要诊断什么病 我必须要有什么什么指标的异常 实验室检查的指标的异常 然后服役相应的症状体征 很可惜在精神科没有 没有什么特异性的检查 实验室检查结果 来作为这个诊断的标准之一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 那么你看看 这个九大类疾病 你想简单的说一下 第一个气质性的精神障碍 当然这个呢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实验室检查的结果来明确 它是不是有气质性 那么仅仅是明确 它是不是有气质性疾病 但是是不是有气质性疾病的精神障碍呢 这个精神障碍的判断 那些实验室检查的结果没有用 那么第二个精神活性物质 或非成瘾物质所持精神障碍 这个可能还好 还好一些 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些 新型毒品的检测手段 那么当你怀疑它是 这个物质滥用 精神活性物质 或者非成瘾物质滥用所导致的 注意哈 病因 那么我们也只是去查找它的病因 可能会用到一些实验室检测的手段 但是很可惜 现在的检测手段呢 它的这个 特别是这一类疾病 它的实现是非常的严格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 做新型毒品的这个筛查 不管是血样也好 还是尿样也好 基本上呢 要求是在它末次用药之后的一周之内 那么才可能会检查出 它是不是曾经使用过新型毒品 一周以后 那么很多可能都查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实验室检查的结果呢 也是有限的 好 至于下面的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还有 第八 第九 基本上 没有什么 有效的实验室辅助检查的手段 来帮助我们确定诊断 第七 我为什么漏掉了 第七呢 说起来呢 好像是 有一些经标准 比方说我们诊断精神发育直至 那我们的标准上 那么它的智商的分值 在多少分以下 正常人呢 正常人呢 应该是九十分左右 那么七十分左右呢 可能就是边缘智力 那么再往下呢 得分越低 那个智力就越差 但是 尽管如此 这个智力测验 也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一个检测手段 而且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的这个制约 那么这个呢 后面呢 我在讲到这部分内容的时候 会跟大家详细讲 所以可以看一看 这十大内疾病 几乎就是说是用到实验室检查的地方不多 那么我们来怎么来诊断 只能通过精神检查 只能通过精神检查 而精神检查呢 因为这个精神疾病的特殊性 它的精神检查呢 这个精神检查所包含的内容 可能跟其他的又不一样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看一看 这个题目啊 精神病学的检查 包括采集病史和精神状态检查 两个部分 大家可能会想 这个是不是有点烂于充数 怎么把采集病史都放进来了 是吧 在其他的内科学的这个检查当中 好像从来没有说是把病史采集 也放在精神检查的内容当中 但是在精神科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什么叫精神状态检查 那么精神状态检查 是指通过与患者交谈和观察 来检查发现患者精神活动是否异常 存在哪些精神症状 为症状学和疾病诊断学提供依据 你看 从这个定义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主要的检查手段 是吧 我们没有扣诊 我们不用扣诊锤 我们也不用听诊器 用什么呢 用你的嘴巴 用你的眼睛和用你的耳朵 那么 用简单的话来说呢 精神检查的技巧 其实呢就是两句话 两个词 八个字 哪两个词呢 察言观色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旁敲侧击 我想呢 这两个词呢 也许就能够概括 我们精神检查的一些 主要的技巧在里面 那么精神检查 与一般医学检查的共同点 我想这个呢 都都都不难理解 检查的目的是为诊断服务的 诊断了 然后你要确定治疗方案 这个也不难理解 但是第三个 希望大家注意 在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过 那么一个呢 就是说是 医生 可能大家会觉得 医生解释的不够仔细 所以会给病人造成一些误解 那么相应的 可能患者对于 医疗的配合程度就不好 那么在我们看来呢 精神检查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要建立医患关系 或者说是我们应该说建立一个良好的医患关系 为今后的治疗打好基础 这个我想在任何的医学专业当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 要知道精神疾病呢 应该说是绝大多数的精神疾病 可能都需要 终身治疗 或者说是长期的治疗 这个长期是多长呢 基本上是以年来计算 治疗几年 当然现在看起来 我们精神科的一些最常见的疾病 基本上都要求长期治疗 或者终身治疗 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疾病 那么他除了药物治疗的手段以外 还要服役一些心理治疗 或者说是一些康复训练 比如说这个认知功能的训练 社会交往技能的训练 生活自己的训练等等 这些都需要患者本人和患者家属的积极配合 那么怎么样子才能够取得他们的配合 那么建立一个良好的医患关系 建立一个有效的这种交流的这种模式 充分的信任 这个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以这么讲 就是我们目前的精神疾病当中 就现在住院的精神疾病当中 有将近70%的病人都是因为复发住进来的 那么复发的原因最常见的就是不遵从医嘱 自行减药或者停药导致疾病复发 或者呢就说是不遵从医嘱 跑去什么呢 喝酒 或者说是去干嘛呢 或者是去吃一些不该吃的药品或者食品 那么你像我有一个病人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30多岁的一个白骨精 大家都懂吧 白领骨干精英一个女性 然后呢 第一次生病 就是她自己去搞了一些减肥药来吃 据传非常有效的减肥药来吃 吃了以后没多久就出现精神障碍 然后我们的那个实验室的检查就发现了 它的这个尿液当中有 有这个精神活性物质的成分 然后我们就推测 可能有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 然后就给她处理了 那好得很快 大概可能就一两周就好了 走的时候是千叮零万嘱咐 让她不要再去吃减肥药了 至少不要再去吃她买过的那一种减肥药 然后她也答应了 但是回去以后没多久呢 她要这个要要要谈恋爱了 要相亲了 一下子这个压力又来了 然后就又开始吃 马上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出来了 吃了一个礼拜 然后又住进来了 她还当时还进来跟我信誓旦旦的说 她说我这次买的是正规的减肥药 对吧 然后我只要跟她说很不好意思 估计你很不信 你不能吃减肥药 当然我不是说减肥药有什么问题 但是只不过现在的有些减肥药的作用机制 跟一些新型毒品的作用机制有一些类似 它就是通过这个用药以后 使你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亢奋的状态当中 那么就大量的消耗热量 然后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搞了一个月才好 好了以后 然后又跟她说不要再吃减肥药 然后现在当然好了 两次 现在到现在 从第二次出院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也没怎么长胖 当然 但是每次来看门诊 她都跟我诉苦 什么 同事聚会 海鲜也不能吃 这个也不能吃 过生日的时候 连生日蛋糕都不能吃怎么怎么的 抱怨了很多 但是我说不管怎么讲 从病理跑到医院来住院也好吧 是吧 好 所以建立医患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保持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关系 同时呢 当然大家也知道 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呢 我把它放在与一般医学检查的共同点上 但是说实话 很多的医生并不注重这第三点 并不注重这个建立医患关系这一点 那么区别在什么地方 精神检查跟一般的其他的内科外科的检查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 他这个检查的对象 或者我们称之为这个病史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呢 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把采集病史放在这个里头 那么一般大概的分呢 我们接触到的病人呢 大概有这么三类 第一类呢 是自制力存在或者是神经症的病人 神经症这个概念呢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了 老的教科书当中还提到神经症 那么神经症可能大家都不理解 那么跟大家说一个所谓的神经关能症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是吧 然后还有老的一些定义 比如说神经衰弱 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是有一些病人 经常会拿着一些诊断 跑来找我们 比方说写的什么 胃肠神经关能症 是吧 心脏神经关能症等等等等 还有写着神经衰弱 跑到精神科来看病的 那么这一类的病人呢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体 有哪些不舒服 他会主动的来求治 也会非常详细的向医生描述他的种种的这种不适感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他的关注的重点往往只放在他的躯体的不适上 放在他的躯体的不适上 而精神科的医生在问诊的时候 除了了解他的躯体不适 是吧 那么我们按照内科的外科的一些系统的检查的要求 我们可能会去问诊啊 去查体啊 什么的 会去做 那么除此以外 我们还要问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他的家庭状况怎么样啊 结婚没有啊 离婚没有啊 是不是单亲家庭啊 等等等等 从事什么工作啊 什么的 然后经常有时候病人会抱怨 你这个医生怎么老是跟我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这个就是跟一般的紧张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自制力缺失的啊 那么自制力缺失呢 很常见了 比方说这个啊 精神疾病当中的一大类精神分裂症 是吧 还有一些比如说双向情感障碍啊 等等等等啊 当然了最近随着这些年呢 我们的这个精神卫生知识的这个宣传普及啊 绝大多数的人呢 应该说越来越多的 还不敢说绝大多数 越来越多的这个人呢 知道了什么叫抑郁症啊 也知道了啊 朦朦朦朦的大概了解了什么叫强迫症啊 或者对焦虑症呢 也有一定的概念了啊 这是好事啊 他们那么他们就会来主动来就医 但是 精神分裂症可能达不到这个要求 躁狂发作也达不到这个要求 对吧 按照现在的社会的这种歧视的 一种歧视性的称呼 那么经常我们会听到说 神经病 疯子 是不是 我想谁都不愿意 承认 承认 自己就是 就是 老百姓眼中所说的神经病疯子 是不是 所以呢 一般都不会主动来看 都是家属来 家属送来的 那么家属送来呢 那么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 基本上坑蒙拐骗 到最后就是强行送来 都有 所以这一类的患者 你要去问他 询问他的精神状态有什么异常 一般来说呢 得不到肯定的回答 很多时候呢 他会对他的一些异常的言行 给予种种的这个合理化的解释 或者干脆就是不合作 那么这个后面呢 也会跟大家说到 所以这一类的患者 你要去 去 察言观色 旁敲侧击 这个难度就有点大了 那么还有第三种情况 一些疾病的 一些特殊的症状出现的时候 基本上是你在精神检查当中 所能得到的信息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比方说一个木僵的病人 什么叫木僵啊 这个字面上其实就很好理解 像一根木头一样僵在那个地方 叫木僵 这大概从字面上去理解 那么从描述上来看呢 这个病人呢 可能就是整个就是 肩默不语 这是肯定的了 然后 没有主动的活动 没有主动的活动 对外界的任何刺激 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那么你们到时候 如果你们去看这个 你会安排你们去看一些症状学的一些片子 那么可以看到 木僵的病人 基本上是躺在那个地方 除了眼睛是睁着以外 不吃不喝 甚至严重到可以不解大小便 不解大小便 那个膀胱充盈的一塌糊涂 然后又不解大小便 当然就对外界 你喊他 他肯定是不会答应的了 甚至他不会正眼看你一眼 但是眼睛是真的大大的 对吧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木僵的病人 比方说这个所谓的蜡样区区 蜡样区区 蜡烛的蜡 蜡样区区 那么这一类的病人呢 说不上配合 就好比一个玩偶一样 你可以把他的手脚摆出任何一种怪异的姿势 他都可以保持很长的时间 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教科书上可能没有 比方说最典型的蜡样区区的症状什么呢 就是他躺在床上的时候 你把他的枕头抽出来 他的头还是悬空的 就好像垫着一个空 枕着一个空气枕头一样 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看 你们能坚持几分钟 我估计可能 可能不要说五分钟了 一两分钟可能都受不了 但这个病人可以坚持 这种病人可以坚持很长的时间 甚至坚持一两个小时都没问题 那么你可以把他的手脚 就像那个腊人一样 摆出任何一种姿势都行 像这种情况 你怎么样子去问诊 怎么样子去查体 没法查 你查的时候 他的激张力永远都是高的 所以这种情况 所以就检查的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不配合 还有一种 就是一些类似异症的病人 比方说失音的 我们这种失语的 或者是失聪的病人等等 异症性的这种症状 他就说他听不见了 你跟他说什么 他就不停地重复 我听不见 我听不见 对吧 那么还有一种病人 他就说他说不出话来了 他就只能写 但是不是真说不出来呢 你要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悄悄地拿个小针头 扎他一下 他会啊的一下 大叫一声 不存在 那么我记得当时 我们曾经讲过 异症性的病人 异症性的耳聋的病人 跟他说什么 他都听不见 然后呢 就是那都是很早以前了 那个这都是我们的一些老先生们 他们碰到的很典型的病例 我们现在碰到的少了 对吧 那么一个异症性耳聋的病人 他住院的时候呢 他就蹲在地上摆弄那个火炉子 冬天的时候 那时候很老的病房 冬天的时候要生活 他在摆弄那个火炉子 然后我们的一个医生 就在后面拿着一面朵 光的一下 他一下子就蹦起来了 非常非常的害怕 所以你看他一直说 宣证他听不见 听不见 是吧 但实际上他是能听见 那么这个 这个你就只能观察了 是吧 但你要去问他 没用 什么都问不出来 他会跟他 当然他也会很配合 他跟你说 医生我看到你的嘴洞 我知道你在跟我说话 但是我确实听不见 我没法回答 像这一类的病人 所以这些就是 这些就是在精神检查当中 如果碰到这一类的病人 所以我们可能一些 常规的手段就用不上了 所以这个是区别之一 病人不一样 还没说完 对于这一类的患者 显然我们的精神检查 能够收集到的证据是有限的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要给他确定诊断 这个时候呢 我们采集病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那么这个病史了解 通过采集病史了解他这个疾病的 这个整个的发生发展的过程 了解他有哪一些的异常情况 家属的眼中 同事的眼中 同学的眼中 会发现这个患者 他在有一些什么异常的言行啊 什么的 这些呢 有助于你判断 同时呢 对于合作的病人 你也可以通过这些询问 采集的病史 给你提供一个线索 让你去在做 给病人做精神检查的时候 有目的的 有针对性的 去核实一些问题 一个是这个来源的不同 第二个呢 是内容的不同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内容呢 当然我们一般的 现在的检查当中呢 也有 其他的这个特别 内科的检查当中 也会涉及到这些内容 比方他的个人史啊 孕蝉史啊等等 性格啊 社会心理因素等等啊 但是 没有哪一个专业 像精神科一样 对这些信息这么重视 可以这样讲啊 因为很多很多的疾病 精神科的很多疾病 我们都会强调 他的这个个人史 他的个性特点 还有他的这个社会心理因素 比方说啊 幼年时期 有没有一些创伤性的体验 特别是这个性创伤的体验 对于我们去分析判断 包括我们的治疗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比方说 我们的这个心理治疗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的这个个性特点 大家都知道 这个比方说强迫症 强迫症呢 待会我会给大家看一个录像 是关于一个强迫症的一个表现 但是这个强迫症的个性特点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比方说追求完美 刻板 做什么事 他都要做得非常非常的仔细 非常非常的这个完美 哪怕有一点他觉得做得不好 他可能都会去重来 另外一个呢 还有就是什么呢 敏感 过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是吧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一些个性的 个性的异感因素 疾病的异感因素 比方说你像我们 这个曾经遇到过 一个医院的一个药师 医院的一个药师 那么他就是有一个 有这种强迫的这种 这种个性 当然还说不上强迫症 这个药师呢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药师 他工作了几十年 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但是就退休以后 反而觉得非常的苦恼 然后就跑到家 就到医院来看病了 然后我们就去了解 他的这个情况 然后后来了解到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强迫性的一个人格 他工作几十年 虽然没有犯什么错误 但是也惹来了不少的抱怨 为什么呢 他每次跟病人发药的时候 他都要反复的核对 告诉这个病人 你这个药是多少链 应该怎么吃 说一遍不行 还要说七八遍 说的病人都不耐烦了 那么更严重的是 就是有时候病人 都拿了药都走了 他还要从药房冲出来 把病人抓回来 然后又再给他说一遍 但是碰到这种情况 一般病人虽然不耐烦 但是他不会 病人一般不会抱怨什么 都会觉得这个药是 非常非常的负责任 所以他工作几十年 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 但是他退休以后 不干这个活了 在家里面他就很痛苦了 出门 一个多小时都走不出去 为什么呢 门要反反复复的检查 反反复复的看 关好了没有 但走出去了以后 还要把门又推开 然后又去检查 家里面的水电器 关好了没有 哪怕他只是出去买个菜 他都要把家里面的水电器 全部关得踏踏实实的才走 这个就觉得很痛苦 家里面的人 跟病人的感受不一样 家里面就觉得 他这个样子 影响了大家的正常生活 然后他才来看 那么还有一个 比方说 我们要注意关注的 社会心理因素 精神疾病当中 有一大类疾病 叫做应激相关的精神障碍 所谓应激 那么我们一般就是指的是 这种强烈的生活事件 比方说 08年的汶川地震 汶川地震 还有包括 应该是去年的 420的地震 都导致了相当部分的人群 出现了一些精神方面的异常 那么这是应激事件 这是严重的应激事件 那么其他的 比方说车祸 也不少见了 现在车祸也不少见了 应激事件也有 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各种各样的损伤 这是大的 小的应激事件 比方说手术 手术也算是一个应激事件 那么有时候 比如说查出来以后 特别是这个地方要注意 你像我们经常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做什么事呢 然后就是医生检查了以后 然后可能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有一个包块 我要查一查 搞不好是一个肿瘤 然后就为这一句话 然后我们精神科的医生经常要去灭火 要去不漏洞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肿瘤有良性恶性的差别 是不是 那么你就多说一句 现在还不能确定良性恶性 也可能是良性的 可能我们也不会那么辛苦 是吧 我们有时候会碰到这种病人 也可能就是医生解释的不够仔细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给他造成一个严重的心理上的压力 还有社会心理因素 比方说现在的单亲家庭 离异家庭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他的子女成长在这么一个 不健全的家庭当中 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心理的因素 说句比较好笑的话 就是可能你们不太清楚 有一段时间就是取消这个 取消这个分房 福利分房的时候 是吧 那么当时有一段时间 那么又出现了很多这种所谓的假离婚 结果到后来很多都弄假成真了 结果那段时间 然后我们的这个心理咨询的门诊 就特别热闹 社会心理因素 但是如果你不了解那个社会背景 你可能不会太在意这个事情 是吧 好 这是内容 我们了解的重点不一样 第二个 可靠性 大家可能也许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可靠性有什么好讲的 哪个病人不是说是巴不得把自己的病情说清楚 但是前面我就跟大家讲了 很多病人到医院来就诊 都是家属坑蒙拐骗弄来的 当然甚至还有五花大王绑来的 也有 你要指望他能够给你提供多详细的病情吗 不太可能 哪怕就是现在 一些病人在治疗症状缓解以后 到出院的时候 病人或者家属都会经常会为病史当中的某一句话 来跟我们来纠缠 很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医保 是吧 这个医保的规定 酒精所致的精神障碍是不予报效的 新型毒品所致的或者叫做物质滥用所致的精神障碍是不予报效的 是吧 那么好了 如果你一旦就是说是明确诊断是这个了 那么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 病人或者家属就会跟你医生纠缠 他会推翻他说过的话 而我没有用过毒品 我没有喝那么长时间的酒 是吧 我们经常会为这些事情呢 搞得我们焦头烂额的 好 那么 这个地方呢 说一句题外话 那么我们医院的现在这个病例上 在大病例的首页上 我们会有这么一个 一个签字的地方 签字的地方就注明了 就是说是这个病史是由谁谁谁提供的 我保证我提供的这个病史的可靠性 然后签字 为什么这么做 这也是逼得没办法 是不是 当然还有了 其他的比方说这个休学 是吧 学生的这个休学 因为精神疾病休学 然后为了避免 让其他的同学或者让学校知道 那么经常会要求我们 出具一些假的证明 这个当然作为医生的 这个基本的职业操守来讲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这个可靠性就有问题了 那么有些病人第一次发作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吃了这个亏 第二次他给你提供病史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意地隐瞒一些情况 这个可靠性就成问题 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不是靠我们 不是靠医生 也不是靠病人 而是靠这个社会 改变这个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歧视 我想可能这些问题也就都没有了 第三个区别呢 就是所谓的描述性 描述性的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客观的描述 不加因果分析推测 不加因果分析推测 怎么讲呢 简单的说 就是你们去看一个 这个精神病人的一个病例 去看他的这个住院病例 那么你们会觉得 他的这个腺病史部分 有些时候可能你会觉得 他写得不够精炼 甚至有时候觉得 大家有时候会觉得 这个病例写得 看着怎么跟小说似的 他的神情啊 状态啊 哭没哭啊 眼圈红没红啊 什么的都写得清清楚楚 是吧 就不像其他的内科病人一样 通篇的都是术语 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这个 精神科的病例 满篇都是口水化 但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目的就是为了客观的描述 不去做因果的分析 因为同样一个现象 在不同的病人身上 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含义 那么不同的医生 去观察同一个现象 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是吧 所以呢我们尽量要 但是我们这个病史 或者说我们的精神检查 是要供大家去分析 去推辞 去判断的 去做出诊断的 所以如果你在做精神检查的时候 你在做精神检查 记录的时候 你就带 带进了你的这个主观的一些 先入为主的一些看法 那么显然你在描述的时候 可能会忽略到 忽略掉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 所以我们要求 我们的这个精神检查呢 它是一个描述性的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的这个精神症状 或者说是症状学 当中我们罗列出了 很多很多的这个 精神症状的这个术语 简单的举个例子来说 比方说我们被害妄想啊 关系妄想啊 物理影响妄想啊 等等等等 你们的书上呢 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但是你们可能会看到啊 那么好 被害妄想简单的讲 就是说是他病人 他会觉得自己的安全 或者家人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那么物理影响妄想 简单的讲 他会觉得就是外界 有一些什么 比方说这个电磁辐射呀 是吧 脑电波呀 什么的 或者激光啊 什么的等等 甚至宇宙射线啊 什么的 影响了自己的思维 影响了自己的心 那么这些 你看大家看这些解释 很多时候这些解释 都是一些通过一些举例来解释的 是不是 好 那么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 我现在有个病人 一天他去那个文书院 他去文书院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了一个那个他那个文书院那个地方有一个石头雕刻的猴子 然后他就突然觉得那个猴子在冲他眨眼睛 然后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说我有佛缘 你们给这个症状下一个定义下得了吗 是不是 这个你是下不了定义的 是不是 然后他还他还有一个什么呢 他说他曾经有一次在这个当地的医院做头部的磁宫症检查 那个磁宫症检查当中发现的就是有局部的这个缺血罩 然后当然那个医生呢 当时他那个主管医生也是好 也是非常耐心的 把片子给他看指出来哪几个地方是缺血罩 然后病人就突然产生了这么一种观点 他就你看我那几个缺血罩的排列 就是九个 九个排列 然后是什么呢 和尚的脑袋上是九个戒巴 所以我有佛缘 你们怎么去跟这个症状下一个定义 所以说 应该说是最复杂的就是人的这个思维 人的思维都是千变万化的 你很难得去跟他的某一个思维内容 去给他下一个定义 这种都是非常狭隘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只笼统地说 他存在着思维逻辑的障碍 存在着感知觉的障碍 等等 那么好 有时候你有些同学就要刨跟究底地问 这个到底是什么症状 这个书上没有 书上永远不可能把他所有的症状 全部给他一个清晰的定义 全部罗列出来 即使做不到 所以我们有时候往往只需要去把握他的这个本质 是不是一个思维逻辑的障碍 是不是一个思维联想的一个障碍 等等 有时候是很难下定义的 所以我们尽量去用一些描述性的语句来记录 那么精神检查的刚才是区别了 精神检查的目的 这个地方我就不再多讲 第一个 获取病史资料 为什么说获取病史资料重要 是因为精神疾病的特殊性 有时候你不太可能从病人那儿 获取到足够的资料 或者有时候病人对自己症状的一些表述 不够真实 怎么办 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 向其他周围的知情人的询问 来获取病史资料 第二个 建立医患关系 我已经说了两遍了 我这就不说第三遍了 第三个 核对病史提供的症状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拿饮酒来说 那么我们一些这个酒中毒的病人 或者酒依赖的病人 对不对 然后呢 比如说家属就提供他 提供就是说我们管得很严 都不让他喝酒 但是时不时的就从他的这个房间里面拎出一两个空酒瓶出来 我们零用钱都没给他 把他的钱所有的钱都管起来了 给他所有的朋友都打招呼 他不能喝酒 但时不时的还能够从他的嘴上嘴上闻到一股酒气 怎么办 你要去核对吧 是吧 因为慢性酒中毒 或者说是酒精这个阶段 或者说是这个物质滥用 他都有一些硬性的标准 比如说每天的饮酒量达到多少 是吧 那你怎么办 你得去核对吧 是吧 怎么核对 然后就问他 家属说的是把你的钱都管起来了 也给你的朋友都打招呼了 不让你喝酒 你觉得他们这种方法有效吗 有病人就黑黑的很得意的一笑跟我说 我去设账的 门口小卖部设账的 那你就没办法 然后接着你要问他 你大概喝多少 喝白酒还是喝啤酒 啤酒的酒精度是多少 是什么度数的啤酒 折换成酒精度 应该每天大概摄入酒精量是多少 是吧 那你还得去问 他如果喝的白酒 高度白酒还是低度白酒 38度的还是52度的54度的 都需要去核对 是不是 好 还有比方说一些病人 会给你提供 说是楼上楼上有人专门楼上有人针对他 说他的坏话 这个你得去喝对吧 你得去了解一下 他说 病人说楼上有人在说你们的坏话 有人在故意针对你们 那问家属 你听到了没有 是不是有人在针对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东西是没有的 有时候家属就说 是的 我们跟楼上的人是有怨恨 也是有怨恨 楼上的人有时候就是趁 知道我们在家的时候 就故意在楼上搞出很大的声音 来干扰我们休息 好了 家属这样说了 怎么办 你还得去核对 是吧 问一下邻居 有没有这回事 是不是 问一下这个街道办事处的这个 专门负责调解邻理矛盾的那个人 这两家人是不是会有这个 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要去核对 这种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吧 但是 也有一种情况 楼上楼下确实存在矛盾 但是这个病人就说 因为我们两家存在矛盾 所以楼上的那个人就搞了一台仪器 来控制我的思想 这可能就有点过分了 是不是 所以还是要去核对 是吧 好 另外呢 检查的目的呢 还是一个初步的诊断 为什么这么讲呢 后面我再跟大家讲到一些 不合作的病人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提到 有时 有些时候 一个初步的诊断 或者及时的做出一个诊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为我们的处理 我们能够及时的处理 避免一些危险发生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